在临床上TPPA是阳性 而它的这个RPR反应是阴性 通常我们认为是治愈了 因为这两种实验方法 TPPA属于确诊实验 它在人体内经过治疗以后 是终生阳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患了梅毒以后 它在体内形成一种标志性抗体 在你治愈以后 它也是阳性的 而RPR就不同了 在我们在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和治愈以后 它是逐渐的低度下降和阴转的 我们的病人痊愈以后 它的RPR通常来说是阴性的 当然也有很小一部分人的RPR是阳性 但是它的血清低度是相对低的 通常我们认为它小于一比八 我们也认为它是治愈了 这个在临床上叫做血清血固定 通常来说都是由于它早期的治疗 不规范 不及时 获得